所以我在讲这个寿命师自己 一点一滴努力来的里面那个陈女士的故事 他家要发生火灾的时候 后来他三个小孩跟他员工没有被烧死 陈女士是大慈大悲 我在讲座故事里面讲很多 他夏天的时候 他经过台北市洪阳路 他带了三个小孩 在台北市的中山堂隔壁衡阳路 跑出一个算命的 一定要跟他们三个小孩算命 他们三个小孩就喜欢这个老伯伯 说好啦给他算啦 妈妈就不要 因为妈妈是大学毕业的 这陈女士 结果那位算命先生就看到三个小孩 都是短面相 在夏天就会被火烧死 最后含着眼力说一句话 老天无缘 老天无缘 不用说钱啦 就他们经过台北市新公园的时候 228公园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群人把一个老婆婆围起来 老婆婆呼天抢地的跟大家哀求 他儿子在台大开刀 需要一笔五万块的现金周转 保证金 这小女生赚进去人情 从人情里面赚进去看 你不用哭啦 我叫妈妈救你 出来跟他妈妈说 妈妈你一定要救他这个人 他妈妈没有办法 就从皮包里面拿了几万块 再向附近的商家再借几万 凑五万块到台大医院 把他儿子救活了 陈寗寺喜欢看书 在台北市的孤岭街 常常有这些救书摊 这些老兵从事白天 从房子里面把救书搬出来 晚上又把救书搬回去了 陈寗寺非常的慈悲说 你这样总共多少本 他说十万本 我全部给你买下来 我们要回来家里自己慢慢看 所以有一天 就要发生火灾的前几天 他家来了一大群的蚂蚁 陈寗寺就在旁边放着糖跟水 给蚂蚁吃 他女儿就跟妈妈讲说 妈妈你不要 你怎么还放糖跟水呢 那不是引来更多的蚂蚁吗 他妈妈就讲这句话 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 儿子你会不会给他吃 他女儿说会啊 他说那你把他当成女儿就好了 当然儿子就好了 你就不会说他是蚂蚁 就是对活菩萨恭敬一分 对畜生也是恭敬一分 这样就可以什么 这样就可以消灾美难 真正可以灭掉罪业 所以众生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转变命运 他就是不知道学活菩萨 对活菩萨恭敬 对畜生也恭敬 对众生也恭敬 你的业就消了 你的业就消了 你一定可以消灾严寿的 这问题重生 因为我质身重改不了 我贱身重改不了 最后这位陈寗士有一天在公司看到人啊 又发生火灾 他叫他的司机开车 马上到现场 看有没有需要救治的 就一看是他家 烧起来了 一楼跟二楼跟四楼全部都烧光了 只有三楼是荣原密布 就消防队不给他上去 他坚持要上去 一上去以后他三个小孩跟他的员工就趴在那一堆十万本的书堆上面 因为还有水汽所以没有死掉 这叫什么 这叫一散破千灾 厨房还有两个瓦斯桶 那时候还没有天然瓦斯 就是所谓的装在管子里面叫天然瓦斯 以前都叫桶装的瓦斯 两个桶装瓦斯没有爆炸 就是什么 人住天住 上天内总是常亲善人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老和尚说 对所有地狱鬼畜生的爱 他是平等的 他不会说对活菩萨多一分 对畜生少一分 绝对没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爱是从信德流露出来的 从真主自信流露出来的 是真心本计的德能 所以无量寿经理上讲 亲近平等觉 他的慈悲 他的大爱 亲近平等觉 决定相应的 如果与亲近平等觉不相应 那就是信事无定 为什么 意识心做主 我们反复用心意识 心意识不定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所以六道众生 不能够处理生死轮违 只要的延龄在这个地方 用心意识 所以禅中说 叫你离开心意识禅 心意识是第六次的分别 第四次的莫纳之主 第八次的阿赖也是 那你说 那我不会放下 那你用恭敬心 所以自成心就相应菩提心 你用亲近心 我们常讲的 亲近心 孝顺心 恭敬心 平等心 这四个心 修布施 他等同供养 简供 尊修普贤 大是自得 所以我们这一生 念福想求生 其忘其乐世界 就常常要看破 要放下 放下头一条 要把世间的 悉情假意放下来 彻底放下 放下之后 要提起什么 提起学活菩萨 对众生的大慈大悲 无怨大慈 同理大悲 所以放得下 是自己的烦恼执着 放下自己的明文力量 提得起的是 自己对众生的慈悲 对众生的大爱 怎样舍己为人 什么都可以牺牲 什么都能放弃 利益起众生 这是地藏王菩萨 效法地藏王菩萨